希望福宝的新家有一棵高高的大树 即便不能自己拥有一个大山头 也可以爬上高高的地方去瞭望远方的风景 或许他会因不知道妈妈和爷爷在哪个方向而四处张望 但是他可以在高高的地方将思念说与风听 希望福宝的新家有一张宽宽的床 即便不能拥有明亮的两室一厅 也可以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或许他不知道妈妈为何不在身旁 但他可以在梦中和爷爷妈妈重逢 重温曾经的美好时光 希望福宝的新家有一张大大的长椅 即使没有其他手工玩具 也可以躺在长椅上美美地吃着竹子 或许他会因竹子味道不同 而意识无法适应 但是他会在堂椅上密得久违的舒适 希望福宝有一个爱他的奶爸 能发自内心地对他好 可以在福宝孤独的时候多陪他聊聊天 可以在福宝痒痒的时候多给他揉一揉 可以把福宝的食物不要直接放在地上 可以在福宝焦躁不安的时候多一点耐心 希望福宝福气满满 余生都能被温柔以待